要是没来日本我永远不会知道 不来日本我都不知道 日本人严谨的有点矫情了 不仅超市水果蔬菜的大小要一模一样 这一盒84克的培根 图片上有5个就有5个 每一片的厚度都几乎一样 起司 雪鱼 汉堡 里面的鱼肉它能有多少 还行吧 起司和酱都不少 喝酒必备 鱿鱼干总该不一样了吧 放到一起差点没找到哪一个是食物 但你们看这个鱿鱼啊 就有点那么不诚实了啊 这个大 下次就塌了 要是没来日本我永远不会知道 日本人对商品细节的追求可太要命了 他们表面上看上去很讲礼貌 其实找起茬的真的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所以商家避免被找茬 把各个细节做到了极致 就像这些商品包装一定要与食物相复 这相似度 惊人呢 如果食物与包装上的图片长得不一样 就有可能会被投诉 如果包装不会轻易的撕开也会被投诉 所以你会看到日本大多数的包装都特别方便撕开 就像这款香肠随便在哪个地方都能轻易的打开 光看外表还不够 冰淇淋也会切开确认是不是到底部位置都有冰淇淋 看看是否有缺金少两 这么个追求极致的国家 你们怎么看呢 日本包装小细节 在日本为啥不添酸奶盖 因为酸奶盖粘不住酸奶 果汁盒上的水果要是切开的话就是百分之百纯果汁 要是没有切开就不是百分之百纯果汁 每盒口香糖里都有一打纸 吃完口香糖包在纸里丢丢 干净又卫生 日本泡面底下有个透明的粘贴 撕下来像这样贴在盖子上 就不怕翘起来了 告白巧克力后面还有个书写栏 用笔子上面写上字之后 告白的话就会印在上面 这样的小细节你喜欢吗 便利店买的鸡排 包装上都有一条虚线 沿着虚线撕开包装后 可以轻松吃到鸡排 拿在手上特别方便 冬季限定的拉花可乐 包装上真的非常用心 可乐虽然不是特别喜欢喝 但是冬季的这种小浪漫 让人忍不住买一瓶 你看是不是特别漂亮 便利店买的香肠 都会送一个酱料盒 单手轻轻的挤一下 酱料就会均匀的涂在香肠上 简单又不会弄脏手 日本的鱼肉香肠 一秒钟就可以简单撕开 一丝就可以得到一根完整的香肠 不需要用牙咬 真是太方便了 这样的小细节你们喜欢吗 日本包装小细节 动漫中经常出现的焦糖布丁 底部有一个小机关 轻轻歪一下 进入空气后 布丁完美滑出 这款纳豆的设计真是绝儿了 盖子上面放的就是酱油 盖子对折 酱油就会流出来 完全不会弄脏手 便利店饭团按照顺序 一二三撕开 就可以把隔开的海苔和饭团包到一起 保证吃到的饭团香脆可口 这样的小细节你觉得怎么样 要是没来日本我永远不知道 日本人设计的这些东西 有些实在是让人想不到是用来干嘛的 我以为这东西是长得像马卡龙的香皂 或者沐浴球 可它居然是个冲水喝的速溶汤 你觉得这只可爱的小猪是用来干嘛的 一按猪鼻子 它竟然是一个可以写字的自动笔 我原以为这只是个装饰用的兔子 其实它底部是个镜子 这个东西你们猜是什么 还带个小夹子 其实是一个方便携带的迷你鼠标 这些小设计你们觉得怎么样